嗨,大家好,我是秀丑娘 又到了吃鱼茄的季节了 看,我今天上午弄了一些鱼茄回来 特别的鲜嫩 今天我们就拿这个鱼茄做一个好吃的 将鱼茄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装入盆中 放上盐,再加上五香粉 加点食用油 再加上一点点小苏打 再翻拌均匀 加上小苏打 可以使做出来的这个鱼茄 还是这么翠绿 不会发黄 接下来我们来加面粉 面粉呢要分少量多次加 加的时候呢少加一点 一边加一边用筷子给它搅拌 使这个鱼茄上面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粉 将裹好面粉的鱼茄放在蒸汽上 盖上锅盖 开大火蒸,上蒸汽后蒸8分钟 利用蒸菜的时间我们来准备个调料汁 将大蒜倒两下以后加上盐 再继续倒 蒜泥倒好以后加点生抽 加点香油 加点凉白开 再加点辣椒油 加小饭均匀 将料汁倒在团子里 时间到打开锅盖 哇,吃的时候 蘸上这个蒜泥 真的是太美味了 咬一口满满的春天的味道 我是秀猪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请查视频下方的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谢谢 谢谢 谢谢